今天的訓練室日記又可以有新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要去中信特工 幫林偉翰就是CBA回來的國家隊後衛 做賽前的熱身的熱身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是球隊的熱身 是在做球隊熱身之前 我們會特別去幫球員做一個一對一的專屬熱身 當然也有可能會有不同的球員一起加入 但今天還不知道實際的情況是如何 因為今天也是第一次 所以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現在是中午接近12點鐘 然後下午3點的比賽 我們應該是從12點就會開始進行熱身 哥 VIV卡 這是熱身專用 這下面有廁所都不知道 我每次準備幫球員做賽前的熱身 那一直以來在NBA他們技術教練都會幫球員這樣子做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做這種賽前的準備 那就可以看一下我幫尾翰做一些什麼樣的安排 我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 因為這跟傳統的熱身啊 做高抬腿跑步啊 伸展啊 動態的移動啊 都不一樣 我們會做一些跟比賽相關的 簡單輕強度的頭來練習 我來看 我都被光跑了 打了 他 更用了 真的 这个 抢 手 抢 打招呼 剛剛結束了一開始的賽前的熱身 我們現在來附近的一家火鍋店吃飯 然後等三點再進場看比賽 那算蠻特別的 因為台灣沒有人做過這種技術教練 然後幫球員做這種賽前的熱身 然後看到很多以前的球員 像家豪、亞萱、秉勝 都會互相的聊天 然後也看到無濟營 這就是身為訓練師算一個蠻酷的一個工作吧 就是你可以到現場然後去跟這些球員們 就是像家人朋友一樣在那邊聊天寒暄 那這就是今天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用VIP卡回去球館旁邊坐著 然後觀賞中信特工對桃園雲豹的比賽 那我們就看看今天誰會贏吧 雖然中信今天好像查達地沒有出菜 那我覺得我當然是站在中信特工這一邊 畢竟我的球員哪邊多我就支持誰 好 我們等一下球場見 好啦 我們現在回來要看比賽了 我們就看哪個位置可以坐人吧 應該走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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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乾卡住 講得到 進球阿 差點留心灌籃 加油瓣臉屎 加油可以加油 可以 加油 可以 加油 可以 可以 加油 可以 哇 進哪一個 啊 沒進啊 我到底是哪一隊的 我剛剛希望 家豪把雲豹熟死 然後球到競技手上 我又希望他投進 雅軒啊 好 加油 哇 lining 好 胖 好 胖 沒力了 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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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假的 一张 小家 他有个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算是蠻不錯的比賽 就是正常來講就算沒有尾翰的話 我也會喜歡看這場比賽 可是這場比賽多了尾翰 真的讓整個球賽內容都不一樣 你會期待他每一次的進攻 他每一次持球 你都會讓你意想不到 今天那些助攻真的是非常華麗 雖然馬龍跟艾斯幫尾翰刷了超多助攻 基本上一傳球就得分 一傳球就得分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種漂亮的地板球 那種No Routine Pass 都是尾翰才有的專屬技能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場上打球的時候 那種靈動感 就是本土球員很少可以像尾翰 本土的後衛可以像他這樣在場上 想怎麼運球就怎麼運球 先不論有沒有過或是有沒有得分 但是他可以至少是在自己想運球的狀態下去運球 然後在想傳球的狀態下去傳球 甚至是投籃 今天三分球命中也不錯 然後唯一的小缺點就是大概是兩把沒進吧 跟上籃的時候有一球著手被羊將干擾 這也是175小個子在做上籃的時候 相對來的吃苦的一點 另外看到對面的機輪 同樣跟尾翰差不多高 但是切入破壞力 今天也狂轟了30幾分 好像33吧 可是你可以很明顯看到機輪就是沒有助攻 所以看你是什麼形態的控球 你就應該朝什麼樣的路線去發展 但是如果你的教練是喜歡攻擊型的 或者是喜歡組織型的 你勢必就會很難受 因為籃球畢竟就是體系的運動 你在一個球隊的體系當中 如果說球隊教練喜歡是怎麼樣的 而你不是 那你的表現就會有一點落差 現在我們要去場館我晚上的第二餐訓練 那我非常感謝你們今天收看我們的訓練室日記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 這種中性特攻的賽前workout 然後到比賽的一些畫面的產出 應該算是蠻精彩的高光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是Jack 你最近不是說你下個球季要去 那個是可以公開的嗎 還是先不要公開的 好 大家可以送稍微 好啊 好好好 OK 那我們彼此知道就好 這個太恭喜你了 你是怎麼被 有這個機會 謝謝 故事很長的 不正常的 故事很長 故事很長 那可能要見面聊是不是 要見面聊 或者是沒有開車的時候再跟你講 好啊 沒問題 沒有想過會去那裡 沒有想過會去那裡 沒有想過 只有一通電話 那邊會是有offer的嗎 亨利 在新的地方嗎 對啊 新的地方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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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太恭喜你了 太久了 可以過來看我 希望變速 早點結束 哇 哇 如果可以 我一定飛 這個我一定飛 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過位置 超過五年沒有飛去台灣 你可能知道台灣也有一個 這個女生的裁判 在LBA當訓練 訓練的時候 她就很多很多國 過關戰將 然後她就被選擇 當LBA的Rufferry Training 對 五年練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正式的 女生的 台灣裁判在軍力 或者是LBA 開始吹哨子 台灣很複雜 所以我現在能夠放台灣的就是 有年輕的學生照 我就一定要回覆他們 雖然 超過一般的人 都是 有些人很天真 有些人相關口氣有點 比較沒禮貌 比較沒禮貌 但是沒關係 因為 不要動手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 經過的行程 都不會這樣子 不過我很難過 幫台灣的就是 年輕的人 照顧學生照顧 就一定要回覆 很多時間都要很強 現在每一個 trainer 國際的trainer 都在 都在 就是在研究他的 skill yeah 他的skill 爸爸教出來 他爸爸以前也有打過籃球 所以 他的爸爸就 在家裡 就幫他做 training 像那個 John Owen一樣 John Owen也是 他的爸爸在後面 做一大堆 一大堆特別的訓練 有 很類似 哇 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他的 他的 網路上 網路上的圈子 都在 對啊 然後結果 你早在半年前 就講過他了 對 我那個時候 我有影響 我覺得他可以注意到他 他不會帶有電檔 我可以 可以 可以注意他的 熱門的動作 還有分析 好險 好險 我們上個月有 我們上個月有 做Xavier的 這一部影片出來 哇 我們找一部 因為拜你所賜 可以 我剛 2019年畢業 所以我會把他 我上年先寫的報告給你看 然後 給我看這麼好 對 這樣 要注意你好 因為 我以前沒有什麼 兵器的時候 就終於理我 只有我理你 哇 別這樣講 好感人喔 同樣的 同樣的 上 同樣的那個 很類似 對 我們是真的 Stay by Stay 可以這樣慢慢 對 真的是很舒服 一樣那個 還沒引起的 對 拜拜 拜拜 保持保重喔 健康 OK 拜拜 那個是我的好朋友 Henry 就是我之前 已經講過很多次 真正在NBA 當球碳的 台灣人 然後 我們跟他 我們其實真的是革命情感 在我們都 不要說默默無名 應該講說在我們 在 剛接觸籃球職業職場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了 所以 我們有一種 革命兄弟的那種情感 然後看到他現在已經走到NBA去 走到WNBA去 走到NCAAD1去 你知道那種事 有多麼替他驕傲嗎 就是 全台最強 sorry sorry 全台最強真的不是我 全台最強是我的朋友 那我覺得 這樣也很好 這樣JTC的全台最強的hashtag 也沒有問題 因為全台最強的人 都是我的family 我就覺得 喔 好爽喔 聽了就好開心 跟他聊天是真的 你看我現在笑都笑了 真的何不容追 然後 真的是那種打從心底的 他的尊敬 或是不要講尊敬 就是崇拜著對方 我真的是覺得亨利很強 真的很棒 能在NBA工作 能在 他下一個環境工作 他下一個環境還不能公布 但是到八月的時候 我絕對讓人家知道 台灣的 台灣人的專業能力 是可以走到最高舞台的 好 OK 好 做得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